人若散财 早有征兆 有以下行为的人 日子越过越糟糕 一 引言 钱 对于很多人而言 是生活的基石 它 可以满足一个人的物质需求 让人的生活更加便利 舒适 钱 是否留得住 与自身的行为习惯 息息相关 留不住钱的人 大抵有一些坏习惯 不断地消耗自我的精力 不断地消耗金钱 让生活过得没有规划 一个人 若将财气散尽 其实是可以看出来的 生活中 有这些行为的人 大多日子会越过越糟糕 二 赚到钱 欲望就膨胀 想赚大钱 人生路上 赚钱容易 守钱难 在赚钱的路上 有人拼搏半生 只为拼出一个理想的生活 然而 随着钱赚的越来越多 便决定扩大经营 一个人的欲望 如若太高 目标太远 就容易让人吃亏 走弯路 之前 我有个朋友 他创业开了一个面包店 起初他赚钱了 为此非常高兴 为了增加赚钱的速度 他马上又开了两家店 结果 因为选址不好 又因为产品 太过于单一 没有熬过一年 亏掉了所有的积蓄 还欠下三十多万 人 赚到钱时 不要被钱冲昏了头脑 赚钱的速度越快 越要学会慢下来 学会保持清醒的头脑 如若 被欲望驾驭 那么 就有可能导致欲望膨胀 最终付出惨重的代价 赚钱的路上 请记住 钱要慢慢赚 钱 到你的口袋里 来的速度越快 你就要越用心去提升自己 稳健地做出下一步的决策 三 赚了钱后 就挥霍 不攒钱 生活中 钱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它可以满足 我们的物质需求 和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 但是 如果一个人 不懂得如何管理自己的财富 那么 赚到的钱 很快就会消失殆尽 英国小说家查尔斯 狄更斯 曾经说过 挣钱容易 而花钱更容易 但要懂得花钱 就比挣钱更难 一个人 赚了钱后 如若一直放任自己的欲望 随意将它挥霍掉 那么 便会导致财富的流失 挥霍的越多 从不攒钱 这种习惯 就会导致人陷入经济困境 人生路上 充满了挑战和风雨 一个人只有懂得攒钱 未来 他才会有能力 去抵御风雨 让日子过得更加平稳 在赚钱的同时 学会攒钱 避免过度消费和挥霍 只有这样 才能在财富上 实现成功和自由 享受美好的生活 四 四处炫耀 导致钱招人惦记 钱 能给一个人带来快乐 幸福 也能给一个人带来 是非与灾难 有些人 赚了钱之后 就喜欢四处炫耀 炫耀自己的财富 炫耀自己的生活方式 这样做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甚至还会引起别人的不满 喜欢四处炫耀自己金钱的人 很容易招人惦记 给自己带来麻烦和危险 人心险恶 永远不要把自己的金钱 入于他人面前 因为 你永远不知道 钱会让一个人变得多么喜欢算计 让一个人变得多么的贪婪 与人相处 要学会保持低调 学会理性消费 避免四处炫耀和攀比心理 如若 想要守住自己的钱 就需要保持低调的心态 别炫耀 别和别人比较 而是更加安宁地过自己的日子 五 接触于 在人生的漫长旅途中 低调做人是一种智慧 是一种生活态度 不管你身处何时何地 无论你是富有还是贫穷 低调的品性 永远都是让人欣赏的 对于普通人来说 钱是辛苦赚来的 更是将来的保障 只有懂得如何守住自己的钱 才能拥有更多的选择 才能在将来不用为金钱所困扰 才能享受自由和幸福 人生如一场马拉松 没有终点 只有不断地奔跑 在这个过程中 必须保持前进的动力 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 努力赚钱 也要学会守住自己的钱 才能追求更好的生活 从不喜欢扔掉旧物的人 大多过成了这样 一 引言 时间就像是一个不停流逝的沙漏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生活 也有属于自己的人生 格言诗记载着 每一天都是旧的生命的终结 也都是新的旅程的开始 人活着 随着年龄的增长 就会有越来越多的旧物 有的人 会将自己的旧物 及时清理掉 给自己更多的生活空间 而有的人 总觉得旧物在某个时刻 还能盼上用场 舍不得扔掉 于是 旧物累积的越来越多 生活中 那些不喜欢扔掉旧物的人 大多过成了这样 二 生活杂乱无度 不善于处理旧物的人 生活环境很容易积攒大量杂物 变得凌乱不堪 之前 我看过这样一个视频 一个女生 每天把自己打扮得光鲜亮丽的 可是 她的家里却堆满了各种各样的衣服 鞋子 以及她的一些生活用品 记者问她 这些东西都用得上吗 她说 有些用得上 有些以后可能用得上 所以 她就将东西都堆到了一起 什么都舍不得扔掉的人 大多不知道 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骨子里优柔寡断 不懂得断舍离 那些不擅长整理生活的人 自然也不会是一个有多大担当的人 培根曾说 我们应该像蜜蜂 既采集又整理 这样才能酿出香甜蜂蜜来 长期不愿意扔掉旧物的人 大多不愿意整理 家里常常很杂乱 如果 要找东西 也会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 使得自己的生活杂乱无度 三 思维守旧落后 物品的堆积 其实 也是一种心态的堆积 那些不愿意放弃旧物的人 往往都是自己心里的感情没有放下 或许是对人 或许是对过去的制度 正如渊源略论稿里陈吟客写的 旧集于礼仪特重 技术甚返 由今日观之 其制度 大敌仅为纸上之空文 很多舍不得扔掉旧物的人 很练旧 也很重情义 也有一些舍不得扔掉旧物的人 是因为 他觉得过去使用过的东西 都是最好的 将来 东西还能用得着 即便 有更先进的东西替代它 也不愿意清理 从心里觉得 旧物更好用 由于过于留恋旧物 难以接受新的事物 这会使得一个人的思维模式 变得守旧落后 在生活中 很难拥抱新的生活理念和观念 这也会使得社会适应能力变差 生活变得迟钝闭塞 四 内心敏感 很纠结 生活中 舍不得扔掉旧物的人 一般内心很纠结 对于过去使用过的东西 总认为 它还有价值 也许 在某一天 就会用得着 可是 那些旧物日复一日地放在家里 很占空间 心里很想扔掉 但是 拿到手上 又舍不得 一般 舍不得扔掉旧物的人 很纠结 无论是对人 还是对事 就比如 对于已经成为了过去的感情 心里还是会一直惦记着 还是会一直回想着 明明彼此之间再也没有往来了 却总担心着那些莫须有的可能性 那些总是沉浸在过去的人 就好比那个客舟求见的人 明知不可为 却还一心想着 能够靠过去来做当下 舍不得扔掉感情 就像舍不得扔掉旧物一样 一点点地积攒到心里 生活自然不会过得很开心 五 接触于 一个人的心 总是有限的 不可能分给每一个遇见的人 一个人的生活空间 也是有限的 总不能让已经没有意义的物品占据 学会处理旧物 其实就是在整理自己的内心 已经很久都不曾用过的旧物 最好是及时清理 将它送给有需要的人 如此它能发挥出更多的价值 做人也是如此 对于过去的人和事 都不要再抓在手里了 学会放下 你会收获更多的幸福感 当你负债累累 无力长孩时 需要做好以下几件事衣 并不是所有负债累累的人 都可以东山再起 我的表哥真武 今年五十六岁了 负债几十万 估计他这辈子都还不起了 说起负债的原因 有些不可思议 他二十多岁的时候 就办了村里第一家木材加工厂 并且成为了村里第一批妇人 可是他贪心不足 盲目扩大加工厂的规模 借了很大一笔钱 并且他因为先富起来了 就飘飘然了 就混迹排场 常常输钱 他还爱上了吃吃喝喝 每次都是他买单 俗话说花钱如流水 也就是告诉我们 只要大手大脚花钱 再多的钱也能花完 有钱的人要学会勤俭节约 才能够守住财富 可是真武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他花钱的速度比赚钱的速度快很多 慢慢变穷了 真武四十多岁的时候 因为种种原因 加工厂倒闭了 失去了赚钱的门路 这时候 各路债主都涌进了他的家里 逼住他还钱 为了躲债 真武去了东莞 并且一去就是十多年 和家人都失去了联系 后来 因为他大病了一场 才不得不联系家人 并且回到了家乡 现在真武身体垮了 赚钱的门路没有了 欠别人的钱也基本上还不上了 追债的人也少来他家里了 多半是寒心了 估计钱要不回了 以后的结局如何 没有人说得清 但是真武当了老赖 终究是害人害己 难道一个人付债累累的时候 就真的没有办法翻身了吗 认真想一想这个问题 你就会发现 一个人只要活着 就有机会翻身 只是翻身的难度不一样 当你负债累累 无力长孩时 需要做好以下几件事 你要相信 天无绝人之路 二 第一 想尽一切办法 把贷款和信用卡里的钱还掉 当你负债累累的时候 学会给债务归类 并不是所有的债务 都要及时归还 任何事情 都有轻重缓急 不少所有的事情 都是火烧眉毛的事情 你应该安静下来 想一想 哪些人是比较好讲话的人 是可以一直帮助自己的人 哪些人对利益看得很重 并且容易翻脸 负债累累的时候 最要紧的是把贷款和信用卡的事情解决掉 因为这些负债会导致负债越来越多 并且会让你变成失信人 制约你今后的事业发展 哪怕是拆东墙补西墙 也要尽快海带 不要做失信人 诚信是立身之本 哪怕你负债了 依旧要坚信这一点是对的 三 第二 积极和债主沟通 争取更多还债的时间 并不是所有的债主 都是穷凶恶极的 很多人 是富有同情心的 是理解你的 想一想 当初借钱给你的人 是什么人 多半是和你很熟悉的人 亲戚朋友居多 这些人 当初都把你当成靠谱的人 你不能辜负了他们的期望 还有一些人 明知你负债了 还愿意借钱给你 令人感动 你主动和债主们沟通 写好字句 约定大概还钱的时间 这样的话 债主也放心了 不会天天围住你追债 不会打扰你以后创业 俗话说 时间就是金钱 你争取了创业的时间 你就开始走上坡路了 当然 有的债主 会天天追着你要钱 你也应该说明情况 不能够因为别人来要债 你就和别人打架 引起更大的麻烦 你的真诚 一定会得到别人的理解 四 第三 暂时忘记负债的压力 学会远走他乡去创业 负债累累就像一座大山 压在身上 让你动弹不得 如果你一直把压力放在身上 那么你想做任何事情 都没有经历 都难以成功 真正聪明的人 在负债的时候 去远方创业 也许你会认为 去远方创业 就是讨债 躲避责任 其实不是这样的 因为你曾经创业的地方 因为人脉关系搞砸了 事业发展的环境也不太好 往往不适合你第二次创业 选择去一个新的环境 你的压力会更小一些 俗话说 人挪活 数挪死 你学会换一个地方生活 换一种生活方式 你东山再起的机会更大一些 负重前行是本事 青庄上阵也是本事 负债的人去了远方 身边的陌生人多了 只要自己积极与别人交往 扩展人卖圈的机会更大 并且活得也更加轻松 当然 如果你在本地有好的创业门路 并且债主也能够帮助你 那么你不一定非得去远方创业 五 第四 做好长期负债的准备 别弄丢了东山再起的勇气 没有人随随便便成功 负债累累的人 想要一举成功 几乎不可能 想一想 必须做好十年磨一剑的准备 甚至用后半生的时间来还债也行 很多人在人生最难的时候 熬不住了就选择了放弃 可是放弃的时候往往和成功的距离不远了 所有的放弃都很可惜 熬过去你就赢了 熬不过你就输了 不怕煎熬 慢慢熬 总有一天 你还是会迎来无债一身轻的幸福 人生路上 如果负债累累 想起来都可怕 但是真的出现了这样的时刻 你还是要积极面对 消极的态度 才是你人生路上最大的绊脚石 哪有什么无力偿还 只是你想不想还钱而已 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只要不放弃折腾 总有一天会成功 夫妻到晚年 谁更离不开谁 三位过来人 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 年轻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觉得谁离开谁都能活 有没有另外一半也无所谓 可当我们年老 身体没有那么健硕了 就会觉得老伴很重要了 绝非可有可无 等到老了以后 男人和女人 到底谁更离不开谁 以下这三位过来人 说出了大实话 一 王叔叔 六十岁 年轻时抛妻弃子 晚年晚景凄凉 年轻时对老婆孩子又打又骂 挥霍无度 离家多年 对家里不管不顾 如今 王叔叔年纪大了 身体不好了 想起自己还有老婆孩子了 可当他回到家里时 早已是物是人非了 儿子早已经把妈妈接到了大城市享福去了 根本没打算认他 王叔叔起诉后 儿子也只是每月给他点基本的生活费罢了 老婆也和他离了婚 他只能自己孤家寡人了 生病了 他只能自己照顾自己 没钱了 就只能咸菜馒头 吃起来 经常有了上顿没下顿 他很后悔以前对家庭付出太少 他之前年纪轻 总是把自己看得过高 觉得妻儿都是累赘 此刻他追悔莫及 妻子却连弥补的机会都不愿意给他 他想和那些对家庭不负责的男人们说 不要等到了晚景凄凉之时 才知道有老婆的好 大多男人没了女人的日子 真的都不太好过 二 李阿姨 五十岁 老伴去世多年 不打算再找 李阿姨表示 这几年没有老伴的日子 他感觉非常轻松自在 他不想再找个人管着自己 让自己再当另外一个人的免费保姆了 孤单寂寞了 他可以刷刷视频 下楼跳跳广场舞 和邻居们聊聊家常 都可以打发寂寞 最近女儿生了宝宝 他又去帮忙照顾宝宝了 带孩子有些辛苦 但也有快乐的地方 女儿对他也很孝顺 吃喝不愁 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日子也算不错 我们知道 女性的平均年龄 要比男性长一些 也就是说 像李阿姨这样的独身老人很多 他们没了老伴 生活照样过得很精彩 三张阿姨 五十五岁 离异多年后重新追求爱情 二人没有领证 搭伙过日子 两人在一起 张阿姨负责洗衣做饭 老伴负责生活上的开销 两个人谁有个生病住院的情况 都会相互照顾彼此 就不用麻烦儿女了 冬天两个人还会去海南 住一段时间 旅旅游 散散心 年轻的时候 我们因为爱选择在一起 年纪大了 就各取所需了 其实到老了以后 身边能有个知冷知热的人 相互关心和照顾 也是很幸福的 看了这么多 那么究竟是男人更离不开女人 还是女人更离不开男人 从以上三个事例来看 似乎男人在中年的时候 更离不开女人 究其原因 大致有以下两点 第一 男人离不开家的温暖 有人说 哪里有女人 哪里才有家 在生活上 女人能营造出家的温度和温情 让男人感觉很温暖 再者 女人年纪越大 性格越放得开 反而更有活力 一个家里 要是没有一个女人 就会变得冷冷清清 特别没有人气 男人也会觉得孤单寂寞 第二 离不开被照顾的生活 男人年轻时 需要被照顾 老了身体机能 差了就更需要了 此外 男人年龄大了 也会变得有些脆弱 心理上会越活越像个孩子 甚至成为 需要被照看的老顽童了 这个时候 女人可能就又成了 牢牢叨叨叨的老妈子了 不过这个时候 男人不管嘴上怎么说 内心里已经不再那么反感 反而有些享受 另外一半的管束了 由此可见 智慧的男人 做得最明智的事 就是善待自己的妻子 多数男人老了 没了女人 生活的都不会太幸福 虽然 谁离开谁地球都会转 但各自转的速度 也会略有不同 所以 我们一定要珍惜眼前人 既然当初能够在一起 就代表两人有缘分 有缘人 不是一直都有的 等我们老的时候 我们能有幸拥有一个体面的 愉悦的晚年生活 才是最重要的 人到中年 才明白了父母的物尽其用 一位名为中年少女的网友吐槽道 不知从何时开始 我也变得像我妈一样 开始囤积那些没用的东西 各种购物袋 鞋盒 礼盒 甚至好一点的干净的塑料袋 都折叠得整整齐齐 以期什么时候能用得上 换作二三十年前 对于母亲这种扣扣索索的行为 她还不止一次朝母亲发过火 再穷也不能把人家扔掉的就沙发 就桌椅带回家 那些长长短短的塑料绳 有那么多丝瓜架子需要牵绳吗 那么多编织袋 有那么多稻谷来装吗 木火冲天时 她还把这些让人感到屈辱的废品 恨恨地丢出门去 但母亲却如同不知疲倦的弹簧 总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把这些废品带回家 并且总能让他们物尽其用 就沙发 就桌椅 放在破烂的厨房里 盆盆罐罐 就有了新的安身之所了 塑料绳不仅可以用来给丝瓜牵藤慢 还可以用来编织竹笠吧 编织袋不仅可以用来装稻谷 厚实一点的 还可以当箱子用 棉絮 厚衣服都可以用它们装起来 用粗粗的绳子绑好 倒挂在楼板下 既可以防潮 还能防止老鼠撕咬 儿时的家里 实在是太穷了 捡回来的废弃物 为这个徒有四地的家 解决了不少难题 也让它不知不觉中 养成了一种便废为宝 物尽其用的习惯 极致终眠 也才真正明白了 父母的物尽其用 背后是这三个说不出的心酸 一 勤俭节约是生存之道 对于很多六零后 七零后 以及一些八零后来说 儿时的生活 就是一个自苦 生活很苦 逢年过节才有肉吃 是常有的事 劳作很苦 一年到头跟着父母 下天干活 多半凭借间挑手扛 全靠拼体力 求学很苦 翻山越岭走几十里路 去上学倒也没什么 最怕的就是家里缺劳力 哪怕读书再厉害 都不让读了 那个时候 求温饱不仅是大人的事 也是小孩的事 想要生存就得劳动 但劳动力却并不值钱 不仅生产力低下 人们的购买力也普遍低下 一个家庭能拿去换钱的除了鸡蛋 猪肉 粮食 几乎没有其他的了 如果不节约 不要说省下来换钱用 就连一家人的肚皮都哄不饱 在祖父母和父母们的影响下 孩子们早早的便懂得了节约 每餐两米时总会裁量出来的米粒中 抓回一把扔进米缸 正月礼 待客 家家户户都会做好一碗 切得手掌厚的四方坨 他并不是用来吃的 而是来撑台面的 直到正月十五 才会被分着吃了 如果哪个小孩不懂这个礼数 一个正月都不会被带出去走亲戚了 至于每天放学后 跟随父母去田地里干活 回家时 习惯性拾夺一些柴火 摘些野菜当猪饲料 都在正常不过了 至于添置新衣服鞋袜 也懂得只在逢年过节走亲戚 或者学校有节气活动的时候 才穿上 平常日子里穿得破烂一点 丝毫都不会介意 现在回头来看 那时候的勤俭节约 几乎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如果换算成价值 也就几毛钱 几块钱 但就是这些微不足道的小开支 一笔笔节省下来 却让一家人吃饱穿暖 熬过了最困难的日子 二 囤积废品是无奈之举 古人曾有不时接来知识的典故 意思就是告诉人们 面对侮辱性的施舍 有志气的人 宁愿舍弃性命 也要保持气节 当这样窘境落到自己的身上 谁又能轻易舍弃生命呢 囤积废品 以改善举步维艰的生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就是换种方式吃街来知识 并不是失去了羞耻心 而是走投无路 被逼无奈 大哥比方说 在不同的人眼中 十元钱的作用有着天壤之别 对于家境优渥的人来说 十元钱甚至还不够买一杯奶茶 即便丢了 也丝毫不会放在心上 对经济条件一般的人来说 十元钱可能是一个早点钱 最好是省着花 对于生活举步维艰的人来说 这就是饭钱 要尽可能多地延长 使用期限 所以 每天吃馒头 已经是最好的选择了 至于别人丢弃不要却还能物尽其用的东西 有可能就是别人拼尽全力 仍旧买不起的 所以 很多人愿意接受亲朋好友的旧衣服 相较于买件廉价的新衣服 还不如穿别人嫌弃 已经过时的品牌旧衣服 又舒适又耐穿 当然 这些都是无奈之举 都是人生至暗时刻的过渡性举措 没有谁会期待一种这样简陋 他们在借力一成之后 定然要闯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三 物尽其用是一种怀念 不知道你是否有这样的经历 换了新房子之后 总会从老房子里搬几样老物件过来 丝毫不会觉得碍眼 反倒觉得用习惯了 搁在哪里有用的顺手 至于老房子里的大小物件 不管有用没用 一样都舍不得丢 因为 一看到他们 就看到了过去的日子 就会想起曾经的岁月 比如 我们家有一个削皮刀 木制的手柄早就松动了 父亲已经用钉子 仔仔细细地钉过两三回了 即便后来又买了一把新的削皮刀 但还是觉得那把就得更好用 是啊 从我们十来岁时开始 那把削皮刀就一直陪伴着了 那时 我用的最多 父母忙着干农活 打小工 一日三餐 多半是我做饭 也没什么菜 冬天是萝卜白菜 夏天是黄瓜苦瓜冬瓜南瓜 削皮刀自然大有用处 后来 姐妹三个都考上大学了 每次放假回去 依旧用它来削菜皮 但偶尔也用到了削苹果上面 如今 三姐妹都出嫁了 父母两个人在家 常常一天做一顿饭就够吃一天了 削皮刀也咸了下来 更多的时候 是削水果 父亲因为生病的原因 医生嘱咐他必须每天吃一个苹果 同样的 那把用了几十年的火钱 父亲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棉布外套 还有不再用了的锄头等等 他们都收拾得干干净净 父母老了 那些物件也老了 感谢他们陪伴着 走过了这样 平凡 却又起伏不定的一生 人到中年 终于读懂了父母的物尽其用 谁不是从一无所有 白手起家 到家大业大的呢 也许 在外人眼中 依旧是平淡的生活而已 但对于奋斗过的人来说 每一个细微的进步 每一个小成就的取得 都是人生的一大幸事 而那些静默不语的老物件 就是他们的见证人 也是陪伴他们的一路风雨 一路搁的不离不弃者 很干净的三句话 人生就该这么活 做到两点已经很厉害 人生没有标准的活法 每个人都应该遵循内心 按照自己的意愿而活 只要能活成被自己喜欢的样子 只要能过上想要的生活 就能算得上是不枉此生 但是有些人始终不明白这一点 他们总是活得很拧巴 很纠结 总是把别人的意见和评价 看得很重要 久而久之 已经忘了终于自我了 而是盲目地跟随别人 把别人当成标准 可每个人的人生都是自己的 人生根本就没有所谓的 模板可以复制 只有适合自己的 才是最好的 真正厉害的人 往往活得很明白 很通透 正如以下三句话一样 他们很早就能做到了 在人生的道路上 自然也能少走一些弯路 一、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凡是看开看淡人生当中的很多事情 其实都是不可控的 我们再如何努力也无法勉强 既然如此何不坦然接受呢 你要相信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学会看开和看淡 才能活得更豁达一点 走得更顺一点 我始终相信 一个人失去的 终将会以另一种方式重新归来 比如你在人际交往中 被人欺骗了 被人利用了 但是没关系 换个角度来想 你不是因此 获得了一些处事经验吗 至少在以后的人际交往中 你不会再如此天真 不会再轻易相信他人 而你的人生阅历 也会因为这次的受骗经历 而变得更加丰富 你的人生经验 同样也会因为这次经历 而积累得更多 并变得更加深刻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不要一味地埋怨命运 以德之坦然 诗之淡然的心态 看待得失 你会发现很多事情 都会变得豁然开朗起来 二 原来则珍惜 原尽则放弃 凡是近人是听天命 才是霍达的人生 人际交往大师戴尔 卡奈基曾经说 人生中80%以上的烦恼 其实都来自于人际关系 的确 很多时候 我们之所以过得不好 就是因为 深受人际关系的困扰 但实际上 人际关系并没有那么复杂 只要你相信 一切都是冥冥之中 早有定书的 你会在什么时候 跟某个人相遇 会在什么时候 渐渐走散 命中早已注定 而我们要做的 就是在缘分到来的时候 好好珍惜 缘分尽了的时候 果断告别 不要勉强 不要犹豫 更不要因此而痛苦 因为早晚有一天 你会发现 有些人注定是过客 他没那么重要 真正重要的人 还在后边 短时间内 你会觉得 失去他好遗憾 但时间久了 你会明白 还好失去他了 否则 怎么会遇到 更好的人呢 三 这一生 除了自己 谁都有可能 背叛你 懂得对自己好 才是真聪明 相信一切 都是最好的安排 以坦然的心态 面对一切 缘分到来的时候 好好珍惜 缘分尽了 就尊重彼此之间 注定走散的结局 除了做到这两点以外 我们还需要活得足够自我 足够独立 你要明白 这一生 这一生 除了你自己以外 谁都有可能背叛你 谁都有可能中途离开你 唯一不会背叛你 且能陪你到生命终点的 只有你自己 明白了这一点 你就不会再对人际关系抱有太高的期望了 自然也不会因此而失望 终其一生 只有对自己好 只有懂得为自己而活 才是真正聪明的 自私一点或薄情一点 没什么不好 反正你为别人全心全意的付出 也不一定会有所回报 以上三句话 说透了人生的真谛 不管此时的你处于哪一个人生阶段 都希望你能活得通透一点 明白一点 保持好的心态 看开一切得失 随时保持冷静 清醒和理智 不断相遇并不断告别 最后 懂得为自己而活 懂得爱自己 取悦自己 做到这三点 人生当中的很多烦恼 都会迎刃而解 人 是个很奇怪的动物 作为灵长类动物最为进化的物种 人类的智力 敢和把握物质的能力 独一无二 但是并不是说 所有的人都能够面对人生的种种 是是非非 开开合合 都能够做到完美把控 很多人对身上所拥有的宝物 不去珍惜 最后失去了把控力 结果造成了人生最大的遗憾 因此 很多人对以下这四样宝贝 最不懂得珍惜 结果 他们一旦失去 就永不再回 第一样宝贝 可以轻易得到的人脉资源 人活着 要工作 要生活 要进入某些工作圈子 和社会圈子 很多人 先天就拥有了很多人脉和资源 他们靠着父辈的努力 可以轻轻松松 得到很多东西 但是 有些人 并不懂得珍惜 往往通过透支 自己的人脉资源 来杀鸡取卵 结果造成了人际关系的僵硬 和自己人脉资源的溃逃 一个人活着 要明白 这样一个道理 人脉资源 其实也是自身的一种财富 更是让自己发家致富 成就人生的聚宝盆 这样的宝贝 我们一定要懂得好好珍惜 毕竟 大家都是聪明人 当我们不懂得珍惜 这些先天就有的 或者是父辈们传承的宝贝 一旦失去 这些人脉资源 就不会再回头找我们的了 这样的话 这些曾经的宝贝 就和我们永别了 我们再难以得到 所以 我们一定要好好珍惜 当下的生活 珍惜自己所轻易得到的人脉和资源 第二样宝贝 永远不会离开的亲情 人生在世 亲情 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感情 我们亲情 包括很多 父母情 兄弟姐妹情 夫妻情分等等 在这些情感中 我们最容易得到的亲情 其实就是父母情 父母对我们的情 是我们最容易得到的 也是没有任何要求的 更是一种无价之宝 我们更要懂得珍惜 古人有云 树欲静而风不止 子欲养而亲不待 一个人活着 如果在父母尚在的时候 不懂得好好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 也是唯一的父母情 那么 等我们的父母老去的时候 等我们的父母不在人世的时候 我们在想孝敬老人 却猛然发现 这个曾经对我们的付出毫无保留的亲情 这个只属于我们的 人世间最为伟大的宝贝 父母情 虽然永远不会离开我们的情感世界 但是却已经永不再回的了 第三样宝贝 那一直对我们很好的爱情 随着一个人慢慢长大成人 我们就开始渴望爱情 一个人的成熟 在很大程度上 跟我们所经历的爱情故事密切相关 有些爱情是一见钟情的 有些爱情是我们努力索取的 还有些爱情是我们轻易就能够拥有的 所以在面对我们轻易就能得到的 那个爱情的时候 我们往往不会去珍惜 也许我们会对那个轻易就能得到恋人 或者爱人 说三道四 横挑鼻子竖挑眼 也许我们会对那个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还依然倚靠门窗 等待我们归来的爱人无动于衷 也许我们对象和我们立黄昏 询问我们周可温的爱人不置可否 等等 于是 等彼此的感情浅了 但了 离去的时候 那个曾经对我们最好的爱情 那个曾经我们最不关心的宝贝 就再也回不来的时候 我们已经毁之晚已 第四样宝贝属于我们生命价值的健康 一个人生命的价值 在于我们生命的长度和生命的宽度 而生命的长度和生命的宽度 可以相互依存 共同促进 其中 生命的长度 是我们活在这个世间最为重要的基础价值 我们必须要好好守护它 但是很多人并不懂得去珍惜 去拥有 而是在自己的年轻时代 通过吃喝玩乐 通过透支 甚至通过自暴自弃的方式 去消极面对我们的青春 去挥霍我们那个永不再来的青春 去损耗我们的生命中最为重要的宝贝 身体健康 渐渐的 当我们再见青春 当我们失去了身体的健康 当有一天躺在病床上的时候 我们才明白 原来 这个世间再多再好的宝贝 也换不回我们的健康啊 原来 健康 才是属于我们生命中 最为重要的宝贝之一啊 蛮不讲理 是只对人野蛮的不讲道理 一般用在贬义 是对外人来说的 对他人野蛮 不讲道理 是不大对的 我们和别人相处 和他们沟通交往 一定要合情合理 与人为善 三思而后行 才能彼此共通 和气生财 更多时候 我们需要心平气和地处理自己的事情 但有时候 在事关自己的态度和人生方向上 我们也必须血糊对自己的态度和人生方向 蛮不讲理 不能那么温柔 那么和善 那么优柔寡断 否则 只会让自己失去先机 让自己的人生处于被动的局面 而无法自拔 那么 人 究竟要学会那些 蛮不讲理呢 首先 对待自己的工作要 蛮不讲理 有时候 自己的工作不那么如意 有些艰难 被动 如果你一味地想退缩 甚至想放弃 那最终 你将一山望过一山高 最后 必将一事无成 我有个哲儿 中文系毕业的 但是 找工作的时候 却被分到信息技术部门 专业不对口 让他一筹莫展 但是 他并没有就这样失望和放弃 而是埋下头来 沉下心来 刻苦钻研 硬是用他的恒心和毅力 攻克了单位里的软件创新技术 成为了单位里想当当的的技术人才 如今 他已经是高薪的部门经理 正因为他对待自己不对口的工作 采用了蛮不讲理的功课 才让他获得了新的方向和成功 这样的蛮不讲理 你值得拥有 其次 对待自己的健康药 蛮不讲理 都说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没有身体 一切都是扯淡 人 只有到了得病的时候 才知道健康的重要 有时候 哪怕只是一场重感冒 就会让自己失去生活的兴趣 所以健康不能轻易失去 对待健康的态度 我们也要学会蛮不讲理 青年人 甚至可以用高强度的运动 来让自己强身健体 比如 打篮球 击等 人到中年以后 应该以慢健身为主 比如 游泳 走等 而从事劳力劳动的 也不能忽略自己的健康 及时歇息 懂得吃饱 吃好 更是必不可少 关于健康的问题 任何人都不要进行阻扰 对待自己的健身计划 更要蛮横无理 坚决执行 第三 对待自己的人生方向 要蛮不讲理 自己定下的人生目标 就要坚决去执行 哪怕半路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和压力 你也要有掀翻他们的决心 比如 你想创业 就要抱着虽然虽败 但是我必会重新崛起的信心 有时候 一时的失败 不能代表什么 而只有让自己野蛮 让自己倒下再爬起 要有让自己的人生 小车 即使溜泼 也能蛮横地重新起步的决心 只有这样 你才有可能获得最后的成功 成为人生的赢家 这样一种对胜利的渴望 对失败的蛮横无理 才是一个人定夺自己人生方向直到成功的 必不可少的素质和本领 第四 面对自己的孤独 默也要学会蛮不讲理 人 难免会遇到孤独和寂寞 孤独 是一个人内心深处的形单影之 这样的形单影之 会对人的心理 造成一定消极影响 但是 我们要记住 任何人都会孤独 也会寂寞 当我们遇到孤独和寂寞的时候 与其借酒交愁愁更愁 不如独自行走墙面对 面对孤独和寂寞 我们要学会蛮不讲理的接受 你的孤独 你的寂寞 没有人能替你深入内心来分担和解惑 与其我们消极面对 或者四处找人无助的诉说 不如我们狠下心来 让孤独 继续孤独 让寂寞 继续寂寞 多年以后 你也许会明白 那些孤独和寂寞 其实并不可怕 有时候 甚至它们还是一种美好的记忆 其实 人生还有很多地方 需要我们强硬地接受 而不是无能地放弃 生活 就是这样 有时需要温柔 有时 却需要强硬 因为人际关系的复杂 和人生路上的艰难 我们所遇到的问题 没有办法用统一的方式对待 只有兵来将党 水来土掩 我们才能更得意地融入这个纷繁复杂的社会 让自己如鱼得水 从容快活 分开后 男人真正放不下你 才有的行为 网友们说 情侣分手后 女性前一个星期会痛哭 回忆过去的美好 然后逐渐走出这段感情 男性则会在前一个星期像往常一样生活 然后逐渐发现离开女性后的生活变化 慢慢开始想念从前的甜蜜 看一个男人是不是一个长情的人 是否对一段感情放不下 不用听他说什么 因为大多数男人嘴硬 要看他的行为 一个男人若是分手后 还惦记着你 那他一定有下面这些行为 一 舍不得删你的联系方式 感情破裂的一对恋人 分手了 他就会果断地删除对方的联系方式 这是为了不和对方有任何牵扯 快刀斩乱麻 从而开始新生活 如果他还保留着你的联系方式 那他一定对你留恋 心里千丝万缕舍不得放下 这样的男人 心里都抱着一丝希望 万一他给我重来的机会呢 万一他发现 还是我最好呢 留着联系方式 就是留着破镜重圆的机会 这种情况下 他们的分手 很多是意气用事 并不是真心说分手 可能是一时吵架 情绪上头说的分手 可能是双方对现实的无奈 被家人逼迫分手 无论是谁先提的分手 其实男人都心存遗憾 只要他能看到 一丝机会就不会放弃 有些男人 除了舍不得删掉你的联系方式 还会在各种社交平台 用小号 查看你的近况 他们不愿意打扰你的新生活 却又忍不住想多了解你 看着你的动态 仿佛他又回到了 有你在身边的日子 自己麻醉自己 深爱的人一直没有离开 如果遇见这样深情的男人 不要轻易放弃 也许你给个机会 你们就可以从头再来 二 只敢怀念 不敢相见 都说分手后真正的放下 是一个人能云淡风轻的 和对方打招呼 不在意过去种种 自然对从前的人无所谓 放不下的人才会 千言万语都堵在心口 红了眼胯 有些男人分手后 就会在意对方 害怕再次见面 因为心中放不下的感情 积累得更加深厚 他们怕一开口 就暴露了自己的思念 越是想念 越不敢见 这种矛盾的状态 是因为分手时有太多遗憾 他不甘心又怕让你失望 曾经用尽全力去爱的人 哪里是说放下就能放下的 一个男人 如果曾经对你投入了全部的真心 那么他收回的时候 也会痛苦和伤心 他只能自己忍受那些脆弱 不敢奢望相见 怀念对他来说 也是一种疗愈的过程 他怕相见后所有的努力 都会前功尽弃 对他来说 如果两个人注定 不能走到最后 那么选择远离才能放过彼此 爱意无法掩藏 你捂住嘴巴 他也会从其他地方冒出来 分手也并不能完全阻止感情的发展 有的人分手后 反而更能表现出浓烈的爱意 人们总是觉得失去的才是最珍贵的 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 所以分手后 有人会幡然悔悟 是要洗心革面 重新追回爱人 男人如果分手后 还是放不下你 一定会通过这两种行为 去反省 去回顾 曾经的点点滴滴 他们不愿就这样和从前说再见 不愿意认识新人 开始新的感情生活 如果你还有心回头 不如再给他一次机会 再续前缘 也许这一次 你们能让缘分修成正果 我们不愿意认识新人 我们不愿意认识新人